很有可能会放弃所谓的伦理纲场 这一定是五三四国五一宗 对离花楼之事怀恨在心 对洛宾王的栽赃陷害 全场敌人节大人鼎力向救 才让洛宾王捡回一条命来 子昂大哥那儿 劳凡姐姐尽早转告 要他格外留意 我和爹爹自会小心提防 谢可来 家中出此大便 不知道我姐姐怎么样了 谢姚伟在我们走后不久 听说已经离开了长安 前往夜郎去寻找洛宾王去了 可怜的姐姐 若非风扇大便在即 我一定立即救着那五三四和五一宗上殿 为洛宾王学习冤屈 万万不可姚传 既然洛宾王已经平安抵达夜郎 况且由夜郎县城张俭之张大人妥善保护 姚传 你就赞压心头之恨 等待泰山风扇里程 再上本为洛宾王申冤吧 好了 姚传 不要再空子生气了 恕不宜迟 我们应尽快把洛宾王之事告诉谢伯父 让他务必小心 可怜的姐姐 可怜的洛宾王 老国公 爷爷 躺下 老国公 老国公啊 你今日下手 不已是重了些 比起他放肆直斥皇后 慕无尊长 祸及九族 满门抄斩呢 封扇离弊 既可起平使用 这河豚血毒 只需异地 即可毒杀一头大象 请武一宗殿下和五三四殿下放心 五头二一定不辜负两位殿下所望 为我武士家族 独霸大唐朝廷 将荷兰家族斩草除根 嗯 华夏有史以来的第三次风扇大典 自大唐林德元年 向海内外正式宣告 朝廷上下 经过近两年的紧张筹备和精心部署 于大唐林德二年十月秉吟 由皇帝李治 皇后武士 带领皇室宗亲 文武百官 内外命赴万邦百国君主特使 从东都洛阳出发 开始了自秦皇汉武 封善泰山之后 六百年以来 历史上的第三次封善典礼 历经都基 宣武议成 天平等重要节度区域 形成数千里 历史近三月 规模之宏伟 阵容之强大 远远超出秦皇汉武时 两度风扇的盛况 更因皇后武士和皇帝李治 同为祭宪 并肩登坛祭祀皇天后土 而震动天下 由皇后武士 亲自奏请 并主持亚县祭祀后土的风扇庆典 彰显了他作为大唐天后的崇高地位 以强烈的冲击力震撼了男尊女卑的中华伦理钢场 成为前无古人 后无来者的惊世之举 实在 从价文武及仪仗队伍 连绵数百里不绝 而来自四方的友邦蜀伯 也数以百计 成千上万 品级较低的陪价文武 因无法满足车马配给 只能徒步随驾东行 每当夜幕降临 停车铸臂之际 猎营至木 弥漫原野 一丈其翻 遮天蔽日 使道路为之堵塞 实在 济临德元年 天下大丰收之后 当年又是一个丰收年 斗米金值五千 而卖斗之类根本无法上市 深目大唐盛世语录的大唐官民 及万邦百国 发自内心称颂 皇后武士和皇帝 为笔尖二圣 黑炎 陈在 这浦阳为何又称作 地球呢 回奏陛下 微臣也不知这浮阳 为何会被称为地球 老臣回奏 请轻松 快讲给朕听听 老臣领召 在我华夏远古时代 有一位君主 宁专须 号高阳氏 生于盐水 居于此地 后世史官 就称此地为地球 真有意思 没想到 朕的大唐 图阳 在远古时期 还是天子所居之地 那么现在这里是 宪治 还是周治 回奏陛下 是宪治所在 既然已经叫地球 那应该 改为周治之地 老臣领召 起奏皇上 起驾及时到 皇后和贵妃的 鲁鱼仪仗 准备停荡了吗 早已停荡 那就起驾吧 遵旨 起驾及时到 随驾文武百官 友邦蜀国元首随从 护驾启程 皇后 降女后 将军深印尽 进尊 未经济 未经济 quis景 未经济 世界 离记大人 身为大臣可以不学无术吗 老夫啊 刚才看见裴言 不能回答皇上所提之问 心里很是感到羞愧啊 裴言 你就毫无感触吗 世间之人 无论大臣还是庶民 各有所能也各有所不能 我不能为强装万能 去应付皇上的锤巡 这就是我做大臣的品格 也是我作为大唐之臣的能 徐大人 你以为如何呀 闻过是非 强词夺理 徐大人是强文伯计 真是值得称道啊 裴大人是 不强装不知为之 也是大臣的风范啊 离记大人 好了 时辰不早 赶快随驾 请 哎呀 你呀 哈哈哈哈 鞭鱼齐备了吗 回宾武上宫 鞭鱼已经齐备 贵妃娘娘舒适整齐了吗 只带上鱼了 陈进补羹服用过了吗 已经服用了 记住了 贵妃娘娘平素凤体虚弱 眼下东风路远 幼稚严冬 因此每日早晚锁进补羹 顾要精心调制 准时成绩 奴婢 奴婢 奴婢寄劳了 好 皇后 皇后鞭鱼已经起架 快请贵妃娘娘上鱼吧 是 姐妹们 姐妹们 准备出发 新姐 当务的招数 何时不练 李济大人早就安排好了 车架依照日程 正在下月抵达岐州 岐州 距泰山只有一天路程 经过 数月的辛劳跋涉 风扇大队修阳整齐 十一天后 正好是明年春正月 勿沉硕 正是 开始祭祀浩天上帝 约泰山之南的日子 嗯 对 李济大人说 在齐州休整十日 正好用来传授 北湖五队破阵剑术 来得及 看 通州五队车马启动了 那我们也领队出发吧 好 姐妹们 准备出发 来了 快过来 我们走 来了 金花银花 姐姐 李战殿下 昨晚召你们到帐中相谈甚久了 你们 感谢吗 万死不辞 好 事不可改 事不可回 以事行事 为事者 自寻了断 为事者 自寻了断 杨环 姐姐 你知道 王博士为什么回到京城的吗 你猜到了吗 杨环 奸鬼横行 洛宾王 你身受我谢家牵连之害 以我的信心 比起姐姐的温柔之力 大不相同 我不敢再想这样的事情 可是 王博对你 却一往情深啊 那就更加不能害他了 可是 杨环 仙姐姐 我有一事相求 自家姐妹 不必客气 待泰山风扇试完 请你尽快赶回夜郎 和陈子昂大哥 劝说王博 劝说王博 不要再延误青春 空渡年华 这样劝说 还要告诉他 什么 我谢妖环已决定 不谈婚论嫁 贵妃接来了吗 不必这就去接驾 贵妃娘娘 赫兰芈月 夜见皇后陛下 起来吧月儿 谢陛下 王弗林 自作 是 贵妃娘娘 请 月儿 月儿 一道虽然经过除石扑杀 但是车行道中 还是颠簸得厉害啊 你的身子骨受得了吗 回陛下的问话 贺兰芈月 有幸随侍皇上皇后 两位陛下 东寻风扇 这是我莫大的福气 芈月日日导谢上苍呢 这也难为你了 东行路远得很 我一个人坐在鸾鱼里面 太寂寞了 所以我才派人 请你来和我一起说说话 解解闷 你愿意吗 贺兰芈月 深谢陛下 眷顾龙恩 月儿 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嘛 你知道 我现在 想到什么了吗 我想到了我们的家乡 我们丽州 明月侠的义道 丽州 明月侠义道 一边是入云的薇芽 一边是波涛汹涌的扎林江 而我们这次东行的义道 却是一马平川呢 是啊 我们丽州 明月侠的义道 夹于金涛 薇芽之间 那是何等景象 而那时候 我们五世母女 又是什么光景 陛下 在想念外祖母 和明月的母亲 你的母亲 是我异母同胞的亲大姐 那是在二十七年前的初春 就是在丽州 明月侠的义道上 我和我的两个哥哥 五元进五元爽 就是五三四的父亲 你的两个旧父 发生了冲撞 明月听母亲提起过 那是清明忌日 也是外祖父的三年忌尘 在家庙祭祖 只有男人可以入庙 可是陛下你 却偏要强行入庙 你都知道了 是啊 我从董事以来 就一直愤愤不平 为什么要倡导男尊女碑 为什么礼佛敬足 只是允许那些男人建庙 而女子入庙 就是亵渎了神灵和祖先 尤其是我的哥哥 就是五三四的父亲 与我们三个妹妹 是同父异母 虽然同父异母 但毕竟血浓于水 而哥哥们呢 对待我们几个姐妹啊 压抑束缚的 简直就像是 对待那些奴婢一样 根本就不把我们 放在眼里 所以我就更加不服 母亲也曾告诉我 万事能容的陛下你 在男尊女碑的举止面前 是绝对不会容忍 和做出退让的 哥哥们对母亲 也是毫不恭敬 所以就在那年的春季前夕 我就下了决心 一定要赶在 哥哥他们前面 闯妙祭足 舅父们闻讯感到 在明月侠的一道上 偏要强行把你挡回都督府 可是 到底没拦住陛下你啊 是啊 月儿 你知道吗 陛下 自古以来这风扇大典 我们后妃 也是不能参与的 啊 明月听皇上提起过了 为此 陛下你还上了一道表彰 对 走请祭地执表 拂寻登峰之礼 远远古光 其由外命宰臣 参与内计之礼 乾坤定位 刚柔之意已书 今已载存 中外之一丝别 你也能背诵我的表文 听皇上说 表文动之以情 睡之以礼 真可谓生情并茂 所以你也就赎送在心了 我们武士女儿 就是聪慧过人啊 谢谢陛下夸奖 乾坤 原本就是并利于赵王 许敬宗身为唐老 能回答浦崖为帝丘的掌控 又有什么可以炫耀的呢 既然如此 他怎么就不知道自古风扇 后妃们是绝不可以登坛祭祀的呢 而且在皇后上表 奏醒祭祀地起始 他还在皇上面前 立促允准此情 这倒不能全责备他 即使他不立促皇上允准皇后之情 皇上也是 拗不过那位武士皇后 朝政如此为图画奈何 何出此言 历朝历代至今 有何朝代纲纪混乱胜过我朝 真是匪夷所思啊 耳目众多 惊艳小心 我怕什么 既是大唐臣子 岂又容忍后宫逼临天子 擅设朝政 光叹气有什么用啊 裴言不是叹气 而是在感慨啊 如果你爷爷能有你这样的心思 那就是大唐之福了 裴大人 我很久以来百思不得其警 难道为了天下的安宁 就可以放肆我大唐历朝之本 我们就要违背三纲五常 长此下去 天下真的能够安宁吗 壮灾啊 李家少将军之语 裴言可以断言 长此以往 我大唐不仅会出现 妇人女子登坛风扇的夺夺怪事 只怕真的会出现母鸡私辰 主掌天下颠倒乾坤的 王唐灭军惨祸 为大唐 夺礼敬业 开朝元勋 因国功礼祭之后 绝不会让这惨祸发生的 少将军有主张了 到了亚县风扇之日 裴大人就会明白的 李总啊 这借文锁标何线呢 说啊 是寿张地界 真实还未到啊 车架离咱们还有多远 大约六十余里吧 有时就能抵达寿张了 那九世同居的张公义一家 接驾的事宜 也已安排妥当了吧 说王放心 苏子印已领人在寿张安顿 张公义一家 已经多次迎接朝廷祥表使节 将来不会是一场 好 九世一句 九世一句 你说这九族之人都居住一起 万一这里头有一个像贺兰敏之 这样的混账东西 那岂不是让人烦死 气死 说啊 这个我倒没想过 不过 这天下之大 能够让历代朝廷都想表褒奖的 也就他张公义一家而已 由此可见 这无权无视的老百姓 也未必就能和睦相处啊 更何况这帝王之家呢 有一百杀一百 自然就和睦了 哈哈哈哈 有理有理 书王真正开怀大笑的日子 就快到了 嗯 李总 书王 还要叮嘱武团了 这次万万不可再失手了 书王放心 武团已经安排贵妃院 每日给贵妃娘娘进城补羹 早晚各一次 只待封善离城 功成大会之夜 就是他去见那浩天上帝 就是他去见 地府阎罗的日子 嘿嘿嘿 那河腾雪的毒性 真的是万毒之亡了 我亲眼所见 只要那么一小弟 那批大蛊牛就气壳流血 浑身处处而亡 哈哈哈哈 曹明张共义 写九世叩见二位陛下 祥瑞之堂 这九世牧处一宅 自然是祥瑞之堂了 这匾额是南齐高地 萧道成所体 南齐 父皇 南齐高地 建元元年 距今已经一百八十六年了 怎么 已经快两百年了 皇后 陛下 这可真是不容易啊 是啊 九世和睿同住共居 近二百年 要是我大唐百姓都能如此 害怕中华不强 大唐不兴吗 哈哈哈哈 启奏陛下 启奏陛下 张公义率同族人 恭迎圣驾 张公义 快快请起 皇上 这真是奇迹 不容易 不容易啊 圣明在上啊 圣明在上啊 是圣明在上 皇后 她说圣明在上啊 张老丈 不敢 曹明 张公义 张老丈 你知道今天我和皇上 驾临张宅的意思吗 圣明 圣明在上啊 皇上自然是圣明在上 可是安邦得先齐家 没有齐家之术 又何言安邦呢 以前使臣 要你准备的奏折 都预备好了吗 草民早已预备好了 快快奏来吧 快快奏来 皇上 草民领圣旨 我想皇上一定想问我 这九世和睦共处 为什么输百年 草民生死之后 特进城 这一字奏折 一字奏折 一次奏折 我走了 请奏陛下 五三四殿下奉召见驾 宣入行宫 是 宣五三四殿下见驾 直臣五三四叩见姑母陛下 五三四 直臣在 往那边看 念 直臣领召 忍 忍 忍 行了 这个忍字你倒还认得 只可惜你和你的表弟赫兰敏之 却不知道张家的这些忍字 不是用墨汁写成 而是数百年来 一辈又一辈用心血写成的 直臣 蒙姑母赐教了 你还知道我是你的姑母啊 这臣 每时每刻明刻在心呢 把姑母什么明刻在心 把姑母的教诲 姑母我的教诲还是姑母头上的凤冠 六宫之主的权位 直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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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了 起来吧 谢姑母 谢姑母 三四 你是怎么看待姑母的 直臣 怎么看待姑母陛下 是啊 普天之下的官民百姓 都认为姑母是一个不守妇道 擅设朝政的坏女人 不 不是的姑母 天下万民 对姑母你是无不敬仰啊 三四啊 姑母 按照华夏治理天下之术而言 姑母的确不是一个 三从四德的贤淑女人呢 姑母 如果姑母谨守妇道 那么谁又去辅佐你姑父 整顿朝纲 谁又去辅佐他 振兴朝威 让大唐百姓 不再遭受敌国铁蹄的践踏 屠刀的残杀 正是如此 姑母陛下 人 我做到了 至少对于世俗的批刀 我包容了 也忍了 所以我才敢毅然决然的去面对 使大唐朝有了今天 向冬月之神告大成功的一天 姑母 职臣明白了 你明白什么 我看你根本就不明白 为了一个武器 同事操歌 你忍了吗 为进出宫门 骨肉香残 你忍了吗 对忠心于大唐朝的忠臣意识 就仅仅因为指出了你们的不端行为 你就对他们大家杀伐忍 你究竟忍过没有 公母 职臣罪该万死 五三次听旨 职臣后旨 令你将张公义这忍字长辙 宁为金石造为踏片 便赏王公贵器 职臣领旨 书爷 本次似水和尸首都是我的失误 请书爷一律 严惩正阳 堂哥所说不识 似水崇明谢阳环的计划 堂哥安排的十分周密 是郑兰行动太缓 丧失了良机 要严惩正阳才是 郑兰 书爷 杨儿 男儿 在 在 揭令 来 张阳 你爱血腰环吗 爱还是不爱 我 书爷 你误会了 书爷 郑兰确实对谢阳环 早已动心 好个坦诚男儿 不会为我大随皇室的神统 书爷 郑兰现在 已经 我大随皇室 要你 误尽全力 定要去爱上 谢阳环 书爷 书爷 这是密令 从四水一世 何以看出 谢阳环已经成为 五皇后心中的 近世工人 更见她 自身文武双全 与其用武力来出面 倒不如用感情 将其俘虏 让她成为 我有用的 女中豪杰 可是书爷 以贤妖环的为人 断不会成为 我大随的俘虏啊 只要按令行事 定有成效 好好看看 卷门密令吧 混蛋 战 战 廖魂,好好想想,百密终有一书啊 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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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 参见主公 各位女姐们 快快请起 谢主公 奴婢等冒犯殿下了 京卫啊 我要感谢各位女姐们 感谢你们 以誓死如归的意志 去完成我交给你们的神圣使命 殿下 转眼就是风扇大典之日了 不知殿下对我们的速炼之阵 还有何指示 各位女姐 以今夜的演练 我看本次速炼之阵的成功 已成定局 诸位 这次刺杀武皇后 绝不能失败 所以 从今天开始 我和你们一起 务必要从严从尽的演练 定要一举成功 那也不一定啊 只怕是事与愿违 划虎泪犬 好神手啊 真是好神手啊 多谢英国公指点 没有想到老国公连精卫的杀手锏都已经揣摩出来了 老夫再精明也敌不过谢妖环临近应变的机敏 老夫现在也构成无忧了 夜已深了 尽快歇息去吧 拜连英国公 走 走 敬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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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退下 皇兄 难道你没有看到 这信上写着 英国公礼记已经识破了我们的宿镇机关 这送信之人还告诉我们 到时候 他会让谢妖环武功见势 不能够临阵出战 我们的宿镇临队 我们一定会冲灭无事 王兄 他虽然能够帮助我们对付谢妖环 可是英国公礼记能征灌战 足智多谋 他既然已经对我们的行动有所洞悉 怎么可能不仔细思虑多方准备呢 他一定不会让我们得逞的 这送信之人 能够这么清晰的告诉我们 礼记的一举一动 这说明 他绝对不会是当贤之辈 当今之事 比我们还像除掉武士皇后的 不仅是皇室 外周和义邦 还有那些 饱毒圣贤师叔 愿以死维护三纲五常的 几乎整个大唐朝的文臣武将 我们的刺杀之举 一定会得到他们强大无比的力量支持 我相信 我们一定能成功 可是王兄 你不要忘了 本武之中 不乏豁达变通之势 英国公李济 正是这样的高明之人 他用毕生的精力 去辅佐明君 强帮星堂 他们一旦发觉自己所辅佐的人 是睿智英明之士 很有可能会放弃所谓的伦理刚长 而绝不管他是男人还是女人 哼